手段还是有点粗暴 他们表示身上还是受了一点点的伤 其中一位先生特别出示了他身上的伤口 来看一下稍早这位民众的访问 俄庭的距离也有一段距离 所以我们也是有受到很多的一个伤害这样 这些伤害可以借我们看一下 我的受伤就是这个手臂这个地方不要抓 还有这个地方 还有我的脚的地方 这个地方也有受伤 这个地方是硬帮我们撞到 可能是警戒车的门还是哪里 这个地方当初撞的时候很痛 右脚没有 当初这个地方是因为我还没有觉得痛 当初感觉就是说那时候 也有抓我们这个地方这样 这位先生表示他的双手还有左脚 都有些破皮还有红肿 而其中还有另外一位女生 她在被警方强制驱离现场的时候腰部甚至还有点瘀血 其实他们的诉求他们表示就是希望这个集会游行能够更为自由化 此外希望可以拯救这个人在台北看守所的陈前总统 也希望立法院有所回应 他们原本是计划要在凯达格兰大道 静坐到520 但是由于现在移施到了立法院了 他们表示只要他们的陈情没有获得回应的话 他们不排除要持续的静坐下去 这是目前在立法院大门前的最近状况 先把时间尽头交换棚内 当然甚至朝子我们看到是大家转移阵地 那么从凯达前现在到立法院外要继续静坐到520 那么事实上他们都是在今天凌晨就被警方从凯达前驱离了 那么主要是昨天晚上民进党的活动在10点多结束之后 他们还是坚持不肯散去 警方一直到凌晨4点钟开始采取第一波的柔性驱离 那么到4点40分采取驱离 就把这些人给抬出场外 我们带您看看当时的景象 凌晨4点40分警方开始驱离 呛骂民众 蔡英文你给我回来 蔡英文在哪里 民众高喊蔡英文回来 政治评论家金恒伟也被警方要求离开 台北市议员检余院则被警方抬走 担心以暴冲突 警方态度软掉 几乎就在同一时间 独派大佬郭宽敏也向台北市政府示善意 呼吁大家就地解散 独一心下马原本曲终人不散 突然戏剧性转变 其实早在4点钟 警方就派出女警驱离民众 危险的机会游新华 请你们立即离开 海轮 国团乍造 民众不理情 手勾手直接躺下 还唱几个来反制 眼前警方不放弃 有人开始泼汽油 现场顿时弥漫 浓浓汽油味 甚至把宣传车开进 双方引爆冲突 那个门 那个门 商机把它带下来 商机把它带下来 那个主持人带下来 你还要把他拆掉 带下来 我带泼汽油 从4点和4点 甚至分了两波冲突 警方刻意清装备 不见警棍等防暴警局 以柔性驱离为优先考量 五一八车马行动在凯道 终于战时收兵 三明星文综合报导 我们来看看的是 事实上在今天凌晨4点钟 警方就展开了 第一波的驱离行动 那么今天总共有600名的警力 在附近集结 那么警方也特别强调说呢 当时因为怕说 是不是有人会不愿意离开 是出现顽强抵抗 所以出众了霹雳小组 道场警戒 但是郝龙斌有特别交代 这次要采取柔性驱离 因此所有的警察都没有带盾牌 没有任何的防暴装备 我们带你来看看 警方今天凌晨的说明 市长这次特别强调 要以柔性的座位来处理 所以我们今天早上来执行 开立的时候 特别要求我们同仁 都不穿着震报装备 跟携带所有的困盾 就是要遵守我们好市长的 所谓柔性的座位 那这次总共动员多少警力 我们动员的警力 590多米 那车辆呢 车辆我们是动用了八辆车 其实这些人为什么不愿意离开 事实上呢 他们就是这一次所谓的停扁大队 是由这个公投护台湾联盟的 召集人蔡丁贵所领军 昨天十点钟民进党主办单位宣布 集会结束的时候 他们大喊着 不要走 要释放阿扁要做到520 那么蔡丁贵一度还率着群众 冲上主舞台 跟维持秩序的民进党纠察队 发生了推击 昨天这个场面也是相当混乱 蔡丁贵率领的群众 等到晚会一结束 就往主舞台冲 民进党纠察队 要阻挡双冒于世 又开始推进 其实从民进党的晚会一开始 在另一位的停扁大队 就从人群后方拿着标语 一路往舞台上走 誓言要呛麻 也故意邀利克释放 成前总统 不可以利用不公不义的事 制度继续关于阿扁 阿扁要马上放出来好不好 好 所以我们在这里 要继续来控制 我们人要有够多 我们就在开刀继续控制 人要不够多 我们就整理 所以回来保卫一万一 为什么518517是不对的 518是不对的 台湾的基础是非人民的路纯 民进党的517518静坐 晚间骑灯走人 不过停满团体 还是不可能关灯打烊 蔡经文众口报道 我们马上要带您看 来自总统府的最新画面 这是